金手 金手 大家好 我是簡燈哥 各位各位 簡燈要做菜 讓你說我變得很簡單 今天的這道菜啊 你們看完之後 一定會跟簡燈哥一樣 爸豆啊 會變得非常餓 這是他的菜 微微的辣 又帶鹹香鹹香的 保證你的飯多巴了兩碗 多巴了三碗 絕對是巴不停 那這道菜就是我們的 辣炒瓜仔肉 這個瓜仔肉啊 你也可以去學簡單歌之前 教你的影片 所以啊 我們用四隻翠瓜 來延伸出這道料理 完全不複雜又很簡單 OK 趕緊來做我們的 辣炒瓜仔肉 還有喜歡什麼醃製料理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我要多點點感 這邊看到之前的Youtube按讚 就像小看小鈴鐺 粉狀夾個 按照小鈴鐺 按照小鈴鐺 也要一起去加入 還有其他鈴鐺 也要一起加入 每一個分享按讚交流 也就是排名這樣的動力 結束 好 來 首先啊 我們先熱鍋 然後這個 瓜仔肉 它這裡有那個 瓜仔肉的醬汁齁 好 我們先把它 橄欖醬 對 好 來 先來 豬腳喔 不要炒得太細 好 因為我想要讓它 有一點 口感很細 好 來 乾爛了 你把它稍微的剝開 好 它不要剝太碎 好 這樣比較會有口感 來 再來 加入我們的爆香料 我們的薑 蔥 辣椒 來 香氣出來啦 加入我們微微的喔 這個辣豆飯 哇 幹 幫你去炒車 來 再來 加入我們的瓜子 好 來 蠔油 好 來 蠔油 OK 來 再來 好 我們剛剛這個 加一點水 好 然後瓜子水 我們已經加到我們的 那個水裡面了 好 它有作用下去 我們先用我們的福醬 還有糖 好 現在要稍微給它 撞一下 好 來 稍微的說一下之後 加上我們的 油蔥酥 來 最後 來 灑上我們的蔥 來 快速的翻炒兩下 OK 我已經聞到香噴噴的 我們就這一道 辣炒 瓜仔肉 完成 簡單哥試吃 好 迫不及待了 我非常的餓 那這個瓜仔 你不能可以炒白飯 你也可以炒豆腐 還可以炒什麼 那個 菜 現在你酸湯之後 炒了 我要直接吃 也很好吃 不要不跟你們都說了 生河的肉末 泛著閃亮晶瑩的油光 濃郁的肉香 漫步了空間 讓喜愛肉池的我 無力抗拒 恰到好處的調味 圓倫誘人的滋味 風雨了我的舌尖 昏香中透著瓜仔的辛香 辛甜 更能吃幾乎的食慾 一口肉 一口飯 根本停不下來 這簡單的菜色 讓我有大大的滿足 簡單哥的巧思 是 醃醬菜的文化 以前當食物生產時 人們會利用鹽或醬醃方式 自製成醬菜 不但可以延長食物的保存極限 醬菜本身焦鹹的口味 更是辛苦勞動後 或天氣炎熱時的最佳開胃菜 醬菜本身焦鹽 醬菜本身焦鹽 醬菜本身焦鹽